今天要分享的是轉蛋 麻糬的日常生活 總計五款 因為轉蛋的樣子都一樣 所以都先拆開了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應該是抹茶紅豆 然後 造型是這樣 然後側面 後面 下面 然後感覺就是不小心吐出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有故意做三條線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嘔吐的感覺 這是第一款 再來 第二款是 這是 這應該是草莓吧 今天我看不太懂它的日文 這應該是大福之類的 就有 顏色看起來有某種粉紅色 然後有包一個 這應該是艾草葉 第二款 第二款 再來第三款是 新年的那個年糕 然後上面有一顆 這是橘子 橘子轉過來 橘子轉過來 其實 它橘子是有臉部的造型的 那 等一下 那為什麼橘子的造型 不跟前面的黏在一起 就是 這就是那種 日本 過年時會拿來 供奉拜拜的 像算是共品吧 然後其實這邊有做出一些裂痕 讓它看起來像是 缺少水分的那種感覺 然後下面是這樣 還蠻可愛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橘子 要故意把它做成很煩的 這是第三款 再來是第四款 第四款 這是紅豆湯圓 這是下面 上面 側面 還有一根 然後再來是主打的草莓大福 然後再來是主打的草莓大福 後面是全白的 然後這邊有那個LOGO 這一款 側面看完全沒有造型 看起來就像史萊姆之類的 總計是5塊